明心俱立 共援伟大梦想 戳力奋发 再谱时代化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 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近2000名全国政协委员将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深入协商议政 认真履职尽责 广泛凝聚共识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汇聚智慧和力量 下午三时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全国委员会第5次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1988名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大会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庆黎 刘启宝 帕巴拉格列朗杰 万刚 何后华 卢掌公 马彪 陈小光 梁振英 夏宝龙 李斌 巴特尔 汪永清 何立峰 苏辉 郑建邦 孤胜祖 刘新城 何为 绍红 高云龙 在主席汪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 李克强 栗战书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 在主席台就座 祝贺大会召开 张庆黎宣布大会开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 开幕 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 议程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 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向大会报告工作 汪洋指出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坚持政协性质定位 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为主线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以促进十四五良好开局为重点 认真屡职尽责 以提高政协制度效能为目标 推进专门协商机构建设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汪洋从五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一年全国政协的工作 一是聚焦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深入开展以中共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 引导广大政协委员深刻领会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助劳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二是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 义政建言 助力十四五良好开局 三是丰富政协协商内涵 强化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 创设专家协商会 突出协商市监督特色 发挥委员自主调研优势 拓宽社情民意信息反应渠道 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效能 四是完善团结联谊方法载体 积极开展 谈心谈话 委员宣讲等工作 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对外交往工作 成功举办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大会 广泛汇聚智智慧和力量 五是加强政协自身建设 切实提高屡职成效 汪洋强调 2022年 人民政协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认真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把迎接中共二十大 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 作为贯穿全年的重大政治任务 认真做好思想引导 汇聚力量 义政建言 服务大局各项工作 为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做出贡献 汪洋强调 人民政协因团结而生 依团结而存靠团结而行 是大团结大联合的象征 要深刻认识 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 是新时代人民政协的历史责任 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 有效运用制度优势 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 把更多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把更多力量汇聚到 共襄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之中 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协商优势 通过同心同向的真诚协商 引导委员正确看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更好理解和落实党的方针政策 精准有效做好理顺情绪 引导预期坚定信心的工作 以协商聚共识 以共识固团结 团结要有原心 固守原心才能万众一心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儿女大团结的原心 是历史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人民政协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呼唤团结 让我们更加紧密的 团结在以习近平统治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埋头苦干 勇意前行 不断开创 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刘新成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作情况 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 仅扣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十四五开局起步 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提出提案6117件 立案5039件 99.8%已半负 健全提案交办机制 各承办单位高度重视政协提案办理 加强组织领导 深化提案办理协商 办理质量进一步提高 提案所提意见建议 为服务党和国家决策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各项事业进步 贡献力量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应邀列席开幕会 外国驻华使节等 应邀参加开幕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